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是新这个 还没打开 这你就没打开 啊 你就没打开这块 我还想不能说 就是只有头脑 就是欲望在这个世界 你这块没打开 我咋打开 对啊 好想说这个 那到底现在 什么情况呢 到底是 没没情况 先把头脑帮一下 看下头脑 头脑的东西 慈悲嘛 忍 慈悲 忍辱 架慈悲 就可以打开 忍辱 你觉得在哪块你在忍受 就在那忍着 明白了吗 你觉得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 你觉得你已经在忍耐了 OK 就在那开花 不要放弃 不要轻言放弃 明白了 你觉得你在这儿我忍无可忍了 好继续往下 这就是菩萨道 一定在这块开花结果 不要逃避 世俗人是忍无可忍的时候 逃掉了 完了忘 那他失去了在这块开花结果的可能 但是这一块是最容易开花结果 最容易正道苦心的 当你第一是忍 其实不是忍辱 先是忍耐 但是慢慢你会觉得忍辱 因为你的面子 中严 所有的东西 开始在这块破灭 你所有的头脑就是中严 面子 成就感 那些什么得意的地方 然后慢慢觉得你什么也一无是处 人家别人看你也不说 也怎么你觉得你 其实不是那样的 是你的面子 当你碰到的时候 你慢慢你就会觉得 人家别人不重视你啊 不关注你啊 等所有的你要面子的那些东西 自我的那些 头脑就是那些东西 头脑就是 然后你有中严的活着 有个性的活着 要面子 要什么都要 他就是一个 就是六根的感官的东西 当你在这块忍的时候 一般你会发现你在这些东西上 会受伤 然后就 然后人无可忍的时候再忍 人无可忍的时候再忍 用慈悲心忍 就算你不知道什么叫慈悲 但是你的忍辱就把它当成慈悲 就是这样的人 有一天你突然就突破了 有一天 就是这样子 没有一个人能有捷径可重 因为你的面子 不是随随便便的摘下来的 我告诉你 一个自我的面子 自我的忠言 有时候越成功的人 或者是 越有文化的人 就是 我曾经当过官的人 或者是我 我是什么 或者是长得漂亮的女孩子 或者是 我是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人 或者是怎么样的 面子越重要 就是那种 脸面 他是那样的 但是他会在一个 不知名的 不知名的前 如果他在一个 修行过程中 比如大家 有人在这边骂他 他忍了 他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你知道吧 那种不算 默默无闻的人 没有人关注的人 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忍辱 别人还以为你很开心呢 其实你在修忍辱的时候 这个忍辱才有功德 无我的忍 知道了 甚至是在别人诽谤下 在别人什么在忍 所有的一切 当别人不了解你的 不理解你的时候 你还在去默默的去修整 去忍 坚持 这才是功德 然后就可能突破 尤其你突然突破了 你就知道 你有多自在 我们现在还体验不到 这种解脱的快乐 当你有一天突然 你突然发现 天使为什么有翅膀 因为你的心 送接翅膀就出来 因为解脱的那种快乐 就让你就觉得 在乘风翱翔 就是觉得 哎呀我以前怎么会 困在这些地方 就为什么这么一点点 幻境我都解脱不了 明知道幻境 我这么在这待了这么久 我为什么待了这么久 然后当你解 其实解脱不是说是 你看到 在天上飞 无所不得 是现实 完完整整呈现在你面前 好真实的现实 而且现实很美 很真实很美 一点也不容疏 一点也不俗气 所有的人身上都开始放光 哪怕他是多丑 哪怕他穿得多破烂 哪怕这个人 所有的生命都在你面前散光 真的会放光 因为你的内心解脱了 所以你会忠证一切生命出现 然后在这个 在所有的忠证里 在所有的 找回你的忠言 你的忠言 是所有人的忠言 你怎么可能 没面子 没忠言 所有人的忠言 都是你的 所有的面子都是你的 然后你会看到 所有人 为争了一点点面子而执着 就是你的心就解开了 就像花一样就开了 但是这个过程要忍若 忍人说不能忍 行人说不能行 我告诉你 就这么简单 人生过去就是这样 没有一个人很轻松的就成功 尤其成道 人受无界地狱的苦 我告诉你 六道之苦全部受完 你要想解脱就是这样 你何必 你轻轻说实上 你放下一点点 你儿子 全部要接 全部要过 这是快 这是速度的快 如果你在无界地狱 你真的下地狱 你没有几万大街 你出不来 因为地狱到的 那个时间是很长的 但是我们的心有地狱的种子 你有一天会下 无界地狱的时间 每一秒就拉长了几千倍 度秒如年 但是如果你在禅定里面 在这个人道 在修正中过无界地狱 可能几十天就过去了 几天就过去了 就很快 几万大街的无界地狱的果报 就结束了 你可以不去了 你这样 所以修行有些东西是 忍辱啊 不失啊 好多东西你要做的 你做了这个 那个少受点 一样的 少受点苦而已 就是你在哪一度 不失 持戒忍辱精进 你持了戒 你忍辱少人点 你不失了 持戒精进 忍辱后边的少做点 就是这样的 你在哪一度做好了 你在这一度 这一度就少受点苦 就是一样的 平等 反正都在破你的东西 你看你希望从哪一度破 就是这样 没什么 但最最要破 你要成佛 就是这样 就是你就在 不是这个时空有幻境 是我们真的里面设定了好多幻境 你出不来的 自己设立了 然后自己很苦 在里面 有的说不苦 不苦也浪费了生命 就这样一辈子 傻呆呆的就过去了 傻傻的就一辈子没了 傻傻的又没了 这是不苦的 这是傻 这个比树木石头好一点 还结了些赛鱼 因为树木也是傻傻的 一辈子傻傻的 你们还能结点赛鱼 还结点佛鱼 你不需要刻意的找说 我该到底怎么做啊 到底我哪块有问题 你哪块也没问题 你也不需要怎么做 你只需要听 你说我听不反应吗 你爱反应不反应 你只要经常听 你不要去自己身上找问题 你觉得我没问题 我一定要找个问题出来 也不对 我觉得挺好 我就这样的 我就这样的 显然有些地方 还是有点不对 但是实在找不出来 显然我也没自在 但是我又不知道哪儿不自在 所以我没找到心在哪儿 他就是这样 心不知道在哪个位置 心在哪儿 我说你到底是在呢 就是这一块 打不开 心脉就有 他就说憋死我了 憋死我了 到底在哪 到底 哪块不自在了 就 一些忍辱 一些不实 做做做你就开了 突然有一天你就开始放光 开了 打开你 心门打开 心门关闭着 你知道为什么你关闭之后 你根深蒂固认为 打开你就会失去手 在你的头脑里 会有这样一个环境 如果一旦打开 你就会丢失你自己 所以你恐惧 你不敢打开 一旦打开 少年就会消失 你知道 但少年是 你觉得多优秀啊 少年多好啊 少年奋斗了这么多年 怎么能消失呢 少年是不能消失的 任何东西都可以消失 少年怎么能消失呢 但一旦这儿打开 少年就会这样 知道吗 少年就是消失 少年就是个环境 你说我是谁 你就是打开的那个状态 对一对吧 就是说在在做的还是修故事修人肉 怎么往下走 有一天突然就触动了 突然就触动了 你打开那一刹那 对你能感觉到什么 哎呀好舒服啊 终于打开了 这打开那一刹那 那整根天都能掉到你的心里面 因为心 那个一打开 整根天地都会翻下来 整根宇宙的一切 回到你的心里面 一粒微尘 天地都像一粒微尘 进入你的心海 太小了 你就知道 为什么说佛的 报身啊 他就他就说佛的肉身是 巨大身啊 心肝经里面会看到说 人生长大就徐弥山啊 你会发现你就那么大 因为天地都掉到你的心 害得像微尘 你知道你在哪 你知道 就是你会发现 你的你的整个身体就那么大 打开心 不是心变大了 是所有的东西是幻想 消失了 消失在你的心里面 少年算啥 天地都消失在你的心里面 少年算啥 少年只是一个投影 我们太优秀的人 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 千万不要把自己当一回事 但是也不是说要贬低自己 但是当别人伤你的面子的时候 伤你的中严的时候 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 不要把自己的脸面中严 看得那么重要 不要那么自重 不要把自己的绝授 看得那么重要 自己烦了 怎么样怎么样 不要太看重自己的绝授 灭止中严 这些事 一定要破的 但我们灭止中严 有时候还能搞定 但是绝授就很难了 绝授就是 你的绝授 生起来的时候 真的全世界人都欠你的 而你那种难受的 生起来的时候 真的很难受 但那是自我的 自我的绝授 你被那个幻境转了 就那种绝授 幻境转掉了 你一定要找一个突破口 发泄口 或者是沉默 表示愤怒 对那个绝授 表示沉默愤怒 或者 我不说话 别理我 反正呢 就是 反正用种种状态来表现 这种 你的不舒服 也没问题 但是不要去 肯定它是好的 否定它 就用那种状态也可以 用各种状态表达 没问题 但是继续 你要知道那是个幻境 有一天你要走出来 你不能经常待在那个状态 继续修就能走出来 只要继续修 你不要那个时候想办法 说我想个办法把它铲除了 想个办法转化了 转化不了的 我告诉你 一旦陷入那个状态 就转化不了了 所以你就是继续往下修 你坚持继续静坐 你该坐啥 继续走 它就没有了 那个幻境是不知不觉 不知就转掉的 但那种不是淡忘 个人世界的遗忘啊 淡忘啊 或者是无所谓了 不一样的 它真的是转掉的 我会去岁月城 爹地水 我会去岁月城 真的 你不知那种 コス 你是 你不知 娱乐 你不知 妳不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